累了,文林院王家自行猜屋,摄运界傻眼 这个画面实在太奇特,抗议台北文林院都庚案的人士 跳仗梯子阻挡工人猜组合屋 但在底下跟他拉扯的,竟然是王家人自己带运的猜屋工人 残重四年的台北文林院都庚案,昨天出现戏剧化短辙 不同意都庚的王家代表之一王耀德 昨天上午突然说在工人猜组他催生用来抗拒建设公司的组合屋 并称,这游戏我玩不起了 让一路声援王家的社运团体,学生代表及律师全部傻眼 不过他的父亲王广述,稍后出面表示,会继续抗争到底 他跟我谈到说,人家在提告我们,要球场仰义 因为小阿姿,打头不知就怕死了 台北市政府在2009年通过由乐阳建设提出的文林院都庚案 其中有36户同意,请王广述家族共两户不同意 坚持不猜除错,北市府前年强行猜除除错后 引爆激烈抗争,义务御师詹顺贵与学生 以及社运团体纷纷声援王家 王广述一家在原地搭建组合屋,代表王家抗争至今 设定地缘一审判决,王家因拆屋还地 但社运团体帮王家募到了1756万元返担保金 希望免拆,万万没想到 王广述的儿子王耀德,昨天却自行拆除组合屋 他的大伯赶到现场,爬上怪手,想阻止拆屋 听到消息赶来的社运人士与学生 想爬进墙内声援,与工地工人爆发冲突 学生爬不进工地,组合屋被完全拆光 王耀德随后省引,并发表声明 他表示,他有土地三分之二所有权 父亲只有三分之一,这是他的决定 如果再继续沉默,未来就上街乞讨 想街上下跪,或同合智商三条路走 外界募到的1756万元担保金 他必须花20年偿还,再加上建商可能会 求偿两亿元,这游戏我玩不起了 只能选择妥协,王富称儿子 乙子,并通骂建商 说不是骗人的,说不是骗人的 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有他的想法、观念 原来是跟我是知识一样的 我有去侵占你家吗 我有到你家去吗 你怎么要求偿两亿元,我到我家 我就是在换这个点,然后 在家怎么办 同一户听到消息,到现场观看时 有王家及社会人士发生激烈冲突 王家义务律师詹顺贵坦诚很错愕 等于是儿子在背后捅老八一刀 王富感叹,为了都更 闹到父子内讧,临人失和 不过仍将继续抗争 热阳经理戴胜义则说 没私下接触王耀德 但组合屋已经拆了 新建案近期就会动工 东新闻台北报导 王家乌务的 王家乌务的 王家乌务的